预设进入MyViewBall之后 就是在所谓的准备模式 视窗模式下 所以我们除了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 视窗以外 也可以从右下角 来做视窗大小的调整 在这个时候呢 您就可以使用 MyViewBall所提供的工具 在画面上 来进行绘图 或是产生所需要的图案 如果有不小心画错的地方 可以很方便的用还元件 就可以恢复 另外你也可以使用橡皮擦 来把画面上的物件删除 那么如果是像这类比较重叠的 您要删除比较不容易的时候 可以改用橡皮擦里面的框选 把要删除的物件框选之后 就可以删除了 接着我们可以来试看看 MyViewBoard的演讲全萤幕模式 按下这里 就会进入全萤幕的状态 减少其他视窗或讯息的干扰 如果想要回到原本的视窗模式 按下这里就可以回复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视窗切换模式 有些时候我们上课需要用到特定的软体来操作说明 或是您的资料已经在桌面上 您可以透过右上角这一个 回到原本的Windows系统中 这时候MyViewBoard就会变成一个萤幕绘图的工具 按下这里 就可以开始在萤幕上进行绘图的动作 再按一下滑鼠 就会恢复到原本的滑鼠功能 如果要将原本的绘图物件删除 请记得进到绘图模式里面的橡皮擦 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如果你想回到原来的MyViewBoard视窗 可以选按MyViewBoard的logo 或是选按截取的功能 将现在的画面局部或全部选取之后 进到我们的MyViewBoard里面来 进行后续的说明或者是绘图 进行后续的绘图